为什么我们叫泥土音乐呢?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圣经上有一段经文 它的大意义是说 上帝是摇将 就是弄泥的摇将 或者是陶将 我们是什么? 泥土 神是摇将,我是泥土 有一句经文 它是说,摇将看怎么好就怎么做 换句话说,泥土本身是没有主权的 我们就顺服在摇将的手中 摇将要决定把这个泥土 做成一个碗 做成一个碑 泥土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顺服 就是油软顺服 在大概2003年的时候 我开始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因为我不是学音乐的 所以我是一个音乐的人外汉 我没有受过音乐的训练 我也不懂为什么神会给我这么多的歌 有很多的灵感 我只是喜欢唱歌 也有跟着一些其他的福音机构 音乐机构服侍 可是创作却没有想过 但是那段时间创作太多了 所以旧的一直还在那边 心里又出来 我就跟神求 我说如果你要我把它做出来的话 求你给我印证 简单地说神把印证给了我 所以我就做了第一张的专辑 也就是泥土音乐第一张专辑亲密的朋友 那么当时呢 我要为这个机构 制作的机构 密一个名称的时候 我就很烦恼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使用这些歌曲 后来就是刚刚讲的那段经文 神是姚教也是泥土 所以我说我可以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用我 但是我愿意做一块油软的泥土 所以我就高高兴兴地成立了泥土音乐 Lay Music 那么一直到现在 我们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行音 说神啊 你如果在哪里开门 我们就去哪里服侍 如果你不开门 我们就哪里都不去 那么过去这六七年来 神就到处开门 以至于我们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 分享这些音乐跟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 很感谢神做一块泥土 是很清神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都可以像一块泥土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未来 常常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呢 他知道 神知道 耶稣知道 那么我们如果愿意 我们可以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啊 交给 只会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啊 请他来带我们前面的每一步 那么就像一块泥土一样 你可以非常清神 没有压力的 来走你人生的每一步 因为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在带给你啊 好下面有一个三分钟的短片 想跟你们来分享泥土音乐 因为我们成立到现在已经 刚刚一算已经七年了 好快哦 那么我们出了五张的专辑 我们半合三百多场的音乐会 所以呢 在这个影片里 有一些画面的回顾啊 我们要借着这个影片来归荣耀给神 请你们一起来欣赏 神是摇将 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 神不能还不能不能不能隔着神的爱 从不能鱼不能不能不能隔着神的爱都不能 我遇见神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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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姚將,我們是彌徒 所以神按照祂自己的心意來使用我們 聽聽方法也沒關係 生命有愛就有利益 夢到終點成了五天 好是不是你陪你 好是不是你美麗 祂為何對我這麼好 音樂的宗旨就是要接著音樂宣揚神的愛 愛我如同城堡 四季神高和愛神 祝你為何對我這麼的好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相提 你的腳步 帶著我的腳步 一目一目道有祝福 因为神的爱是给予每一个人的 所以我们非常乐意到世界各地去借着音乐来宣扬神的爱 今天也希望您从这些歌曲里面感受到神对你的爱 我心里有盼望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今天会无一样 今天和你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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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看自己就是一位 我们非常的感恩神这么可以使用这一块小小的尾土 在过去几年来 神在世界各地开了这么多服饰的门 我们也紧紧地跟随祂的脚步 相信在未来 神要继续使用我们来完成祂自己的心意 请您常常为我们祷告 愿上帝祝福你 会无一样 今天和你无一样 好 我们就看到这里 我们有一个网站 playmusic.org 如果微小网的朋友呢 欢迎你们常常到我们的网站上来跟我们联络 你会看到全世界各地来网友的留言 那么也会收到我们这个concert的这个消息 如果你加入力量之友的话